巴黎国际食品展灯厂 台湾26家业者组团参加 期盼拓展欧洲市场 台湾近来爆发黑心油事件 其中不乏知名的食品大厂 连带影响MIT的国际形象 巴黎华人超市业者表示 黑心油事件爆发以来 常常接到询问台湾商品 是否安全的电话 不过目前来说 台湾的健康食品 还是很受到当地华人欢迎 对法国这边的华人来说 台湾的产品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们就比较放心去消费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产品的价钱会稍微贵一点 所以就是一般他们会买这种 他们会比较放心去买 台湾的那种健康食品 驻法代表吕庆龙认为 透过食品展可以向国际展示台湾优良产品 也能够让更多买家消除对台湾食安疑虑 但最重要的是台湾要痛定思痛改善现况 台湾最近经过食安的问题 食安的挑战老实讲 对整体的外销来讲影响是固然有限 可是我们绝对要痛定思痛 要勇敢的去面对 因为你有讯息出现的话 那对台湾的形象当然是有不利的影响 巴黎国际食品展 台湾馆陈列了许多农产品和加工食品 吸引民众参观 台商表示希望公权力能够把关好食安 借此机会把不孝业者一网打尽 让台湾的美食王国招牌能够由黑翻红 重新获得消费者信赖